中秋節快到了 有什麼人靠中秋節再賺一波呢 賣肉的 賣海鮮的 賣烤肉用具的 還有呢 燒烤店家 但是喔 這一波的疫情 到底能不能守住 大家會怕啊 尤其是健身房業者 好 這些只要是密閉空間的業者 大家都會怕做瑜伽的 熱瑜伽的 因為呢 客人不來 你就沒得賺 那麼接下來 大家的生意會怎麼樣呢 沒生意沒錢 小孩 學費 每天都要繳 生活日子 睜開眼睛就要花錢 館長又說了 政府不會做 就換人啦 我再一次 他說如果再一次三級喔 全台商家要倒一半 館長說囉 他是做陶吉的 我後面是懸崖 掉下去就死了 這波疫情我們如果再守不住 我們的店家 老闆 攤商 夜市的 真的會很慘 講到這個其實讓人非常的感慨 我們回想一下 本來台灣是一個海島 理論上如果政府做好防疫的話 病毒不可能自己從無中生有 降落在台灣社區啊 可是我們看看過去一年 政府到底幹了什麼好事 像王仁賢 理事長 還有這麼多的專家 都一再呼籲說篩檢很重要 可是原本過去一年多以來 我們政府一度實施 對於沒有症狀的入境者 只隔離14天 完全不篩檢 就把他解除隔離的荒謬政策 他後來有稍微修正 但也只是針對所謂的高風險國家 英國 南非 巴西等等這幾個 這種國家入境者全部都要篩檢 但其他國家入境者 只要你沒有回報症狀 請注意喔 是他被隔離的人沒有回報症狀 他是不是真的沒有症狀 我們不知道 但不管怎樣 只要這樣子 我們就不篩檢 直接把他放回社區 過去一年多下來 放了多少個潛伏的患者進到社區 我們不知道 政府口口聲聲告訴我們 隔離了14天之後的無症狀患者 基本上就以幾乎沒有傳染力 然後後來台灣本土疫情大爆發之後 陳時中又告訴我們 3加11不是破口 那我們就覺得奇怪啦 如果3加11不是破口 那又如果說這些沒有症狀的潛伏患者 隔離14天之後 進入社區也沒有傳染力 那台灣本土的病毒 新冠病毒到底是哪裡來的 顯然你這兩個說法 一定至少有一個是無法成立的 但不管哪一個無法成立 這責任都是你政府造成的不是嗎 是我們哪一個民間人民造成的嗎 我們有誰可以決定嗎 那結果出事了之後呢 我們看到了 這三級警戒之下 這麼多行業都被限制 進入二級警戒 一部分行業恢復了 但還是有很多持續的被限制 就算有營業的 生意也受到很多影響 那我們就覺得很感慨啦 為什麼倒霉的都是人民 那我們的政府呢 你陳時中 你有少領半毛薪水嗎 你有捐出你的錢 你的特別費嗎 你蘇貞昌 你一樣每天都有司機上接送啊 你們這些大官 該負責的 結果 該享受到的福利 領的薪水一毛都沒有少 倒霉的都是我們人民 可是我們看看 外國的官員是怎樣呢 疫情爆發一年多以來 香港 新加坡 通通都可以看到 包官 帶頭 減薪 捐薪 那我們的政府呢 去年的時候 他們還可以說 台灣本土疫情 沒有什麼爆發 控制的還不錯 所以民間受影響的產業有限 那他們不捐 不減薪 我們可以理解 好 那可是今年 因為你自己做的不好 導致民間一片蕭條 結果 你卻要把這個責任 這個苦果由人民來扛 你自己享受的好處 繼續吃下喝啦 一分都不減少 說好了 陳時中說 他要負責 要為三加十一負責 結果搞了半天 原來是把三加十一的說 不是破口 那他當然就不用負責啦 繼續他當他的官 每個月賞領 十九萬元的薪水 原來所謂的負責 都不是他們自己付 而是叫受害的人民 自己去嘗這個苦果 好 因為這個疫情 現在還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好 正好最後一個問題 來問王仁賢理事長 尤其是有關 基因定序 你一定想說 基因定序怎麼還沒出來 對不對 到底從哪裡感染的 我告訴你 因為 就是 9月3號才 9月3號就已經確診了 但基因定序卻是要到 明天才會出爐 王仁賢理事長也有直接點評啦 最快你可以24小時 慢到你可以拖兩個月 中央的態度就是怎樣 不想快 好 王仁賢理事長 你來評論一下基因定序 還有呢 乾脆也順便給他一個建議 各縣市 不論是里民活動 或者是要不要回家 這些等等的問題 中秋節可不可行呢 這個基因定序啊 基本上完全看政府的態度了 因為基因定序如果要快的話 我馬上教你做 一天內就可以解決 所以他要拖的話 那就跟羅秉承公文一樣 很容易拖的啦 那拖個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兩個月都可以拖啦 所以這個 其實這個基因定序 因為他不是常規的作為 所以他其實基本上 他的空間還是有很大的 彈性空間很大的 我要你很快做就能很快做 他不是常規的作業 那另外就在中秋節的時候 我們到底這些活動能不能舉行啊 我估計應該還是可以舉行了 但是就是說 完全看這幾天 我們的那個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到底有沒有 展現出他能夠撲滅 這個疫情的一個能力出來 給我們看 如果他這個做的還是軟趴趴的 什麼都沒有做 還在一味的隱瞞這個疫情的話 那這個中秋節可能就不是很樂觀 但是如果他能夠展現他的 他的強力的一個作為 那我們基本上在看 只要看個兩三天 大概就能夠很清楚了 他有沒有把這個他所有 懷一個人全部都給塞掉 全部都給處理 處理得掉 那這個才是他 該做的事情 如果他做的很好的話 基本上我們中秋節還是能夠過的 烤肉我覺得還是可以烤 沒有問題的 這完全看桃園市 哦 所以這個講到一個重點囉 有這句王二賢理事長的提醒 我們當做 一個參考依據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多攤商他們也在看我們的節目 大家也會怕 如果今天直接說都不能烤 完蛋了 賣肉的賣菜的賣烤肉東西的 大家心涼一半哦 原本中秋節我要沖一波 還有賣飲料的 賣這些烤肉網的賣木炭的 中秋節不烤肉這些東西賣給誰啊 宏偉議員包括了 你知道你們一定有很多活動 有沒有聚餐吃飯 禮尚往來 我先來幫大家整理一下重點 新北市的話是活動全部取消 公共場所 禁止烤肉 各縣市滾動市在調整 有些縣市還沒公佈 像基隆就還沒宣佈 新竹苗栗台中 南投雲林嘉義還沒宣佈 桃園的部分呢是 公共區域禁止烤肉 居家避免群聚 但有一個我其實覺得蠻意外就是 是髒話 因為他說髒話呢 開放同住家人烤肉 但是需要隔板 我覺得家裡不可能上隔板的 你就告訴大家都不要烤就好了嗎 不會融化嗎 有那個火在 我覺得烤肉 我們真的可以來做一個調查 大家覺得應不應該烤肉 那你現在看新北跟桃園的做法 就是說我公共區域禁止烤肉嘛 但是呢 比如說其實你知道 每次到了這個中秋節前後 那很多人可能在家裡外面 等一下對 棋樓是公共區域 你那個巷子走下去 那條路走下去 一攤又一攤的 大家都在那邊一邊聊天 小朋友也在那邊玩 那所以顯然就是說 如果你在家裡烤肉的話 這個應該是OK的 但是新北跟桃園 現在是公共區域禁止烤肉 應該就是河濱公園那些地方 對對對 那我更認為比如說桃園說 他就宣佈說中秋節活動都取消 我覺得也是有必要 然後他本來還有一個什麼萬人烤肉 其實我那時候覺得有點奇怪 怎麼還可以萬人烤肉 即便沒有這次的這個疫情 這個就是長榮航空機組員 你也不應該有萬人烤肉 因為我們現在還有一個規定 室外還有300人的規定啊 所以我也不曉得為什麼桃園當時還說有一個萬人烤肉 那所以像我們台北市也還沒有公佈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說公共性的烤肉要不要開放 這個其實考驗著所有的縣市首長 比如說侯友宜第一時間就說他覺得烤肉很危險 好所以新北就已經立刻宣佈說公共區域不開放 那我們台北還沒有宣佈 那我個人呢你如果問我我個人比較傾向於 就是說如果屬於家庭式的烤肉 是不是還可以維持 那當然張話說如果家庭烤肉還要隔法 你是在烤肉價隔呢 還是在人跟人之間隔呢 我們乾脆互相打把傘好了 就把他隔起來 那真的非常奇怪 然後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講 就是說中秋節在這個我們來講的是大節日 那你記不記得當時端午節 當時我們指揮中心是要求端午節 大家不要做跨縣市的活動 也就是說當時就安撫大家說端午節呢 我們先不要做跨縣市的活動 然後到了中秋節的時候呢 我們家人再團圓對不對 所以現在很多人要問說 那中秋節家人可不可以團圓 因為中秋節事實上今年是有廉價的 有些人都已經開始在安排 就是廉價的時候要回鄉 尤其從端午節開始已經好幾個月 沒有跟家人團聚 那特別是你知道嗎 前陣子像那個我們雙北地區 疫情比較嚴重 真的是有一些南部地區 今天那個陳其邁還說 那個就是請在台北 台北的人就暫時不要返鄉 不要到我高雄來 我們在以後的社會裡面 以後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都不要再去做 那個社會的限制做的太多了 因為這一次的疫情啊 我個人認為啊 他跟以前的3加11 3加11那個事件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一次我們多了很多的武器 我們已經打了40%以上的疫苗了 我們手上也還有控的疫苗在 那我們基本上 我們還有篩查的制度已經建立了 所以有這些武器在的時候 這一次的感染爆發 跟那次感染爆發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們絕對有能力在這次 能夠很快的給他處理出來 處理下去 如果很快處理下去 下面這些都不用去管了嘛 而且現在我們的概念也慢慢在改變了 我們希望與病毒共存了 那來的時候如果剛好是Delta病毒 我們剛好又有個跟Delta病毒共存的 一個機會 所以說原則上來講 不應該往限制的方向走 應該往開放的路上去繼續邁進 你只是腳步慢一點而已 但是絕對不能再走回頭路 走回頭路是對老百姓非常不利的 聽到現在我覺得不錯的 一次好玩 有什麼都沒在搞 我們有對老百姓的 發行 你看如果可以 回答 掉 最後 。 陳